词词体验一百种职业 今天是大学宿馆 我发现在第四院校当宿馆 校图的和别的地方都一样 早上七点来到宿舍楼下和阿姨换班 检查交接班报告 经典钥匙时候齐全 正式开始今天的工作 傻瓜的美美 那出门上班啦 七点半学生陆续去上澡巴 这是我第一次大清早坐在公位上 但是感觉特别精神 因为 从一开始我也受到过学生的质疑 但是大家很快也都适应了我的身份 八点开始巡逻 检查宿舍卫生可为微电器 而且给每个宿舍打分 电器没有检查到 但是初步了解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况 如果宿舍比较干净的话 就需要鼓励两句 我知道对他们最好的鼓励就是 我私人奖励你们50学分 学分等于极致诱惑 回到公会上工作了一会儿 我发现宿馆除了比较固定的市场工作以外 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 比如帮同学转交物品 帮同学开门 帮同学报修 帮同学搬行李 甚至还有 有没有什么需要师傅阿姨帮忙的呀 帮我找一个工作 下午的时候 看到陆陆续续有同学带着行李离开 才发现原来又是一年毕业季到了 有个同学找到我 说自己是和这位阿姨同一年来到学校的 刚拿到学位服 第一个就想让陪伴了自己学生时代的阿姨看到 我为他们拍下第一张合照 我才意识到 我们的青春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人 他们可能会被记住 也有可能会被忽略 但是我们忘了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 但它在我们的生命里 依然芬芳 为你们感动啊 祝福你们啊 晚上九点开始查请 因为我是新来的 所以基本上隔着门点名就好 但是今天真还有几个瞬间 我很想进去看看 你脑先给他勾肩大胃的 你看错了 你看错了 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些东西 我认为你就是发生了 同学阿姨查请哦 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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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十点回到楼下 清点人数 上到学校 今天我根本不关心工资多少 我只想知道 大家永保青春的秘诀 到底是什么 每天在这里看 美女帅哥 第二天把衣服喜好还给阿姨 我也要奔赴下一份工作了 毕竟还有很多美好 等着我去体验 阿姨我来还衣服了 再进去 mechanic 月位啊 我 weather